我們在這邊做的事情 依照立法委員行為法 如果對我有意見 要送紀律委員會 不是用譴責 那一點你在程序上 所做的不當的財事 是利益迴避事項嗎 不是啊 它是整體迴避問題啊 那為什麼要用紀律委員會 事情過去就過去了 但是我想說之後的程序 我們還是比較希望 能夠依照法定程序來走 誰沒有在念法律 或許這可能也不是法律的問題 這是到底有沒有中文程度的問題 憲法它其實不會像某些委員講的 它會跟著這個時代 然後短時間內就做巨幅的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的版本 國民黨在禮拜一提出來的版本 其實跟2016年民進黨的版本 還蠻像的 有很多條文甚至都是直接 覺得民進黨當年的版本不錯 我們直接引用 所以說這個法案 會隨著這個時代變更 那個是把憲法跟法律搞混了 我們不能把憲法的穩定度 搞得比我以前在新北市政府的時候 立的地方自治條例還不如啊 我覺得現在各位委員對於憲法 國家根本大法的穩定度的認定 比地方自治條例還不如 這是邏輯上面的錯誤 會隨著社會脈動 然後會常常的修正的那個叫法律或命令 那絕對不是憲法 兩個等級不一樣 就像你不能把打七彈跟國防 比當作同樣的東西一樣 這是不能這樣比你的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 絕對不可能在短時間內 大幅度的變動 所以這個理由我覺得是很奇怪啦 為什麼當年覺得這樣現在覺得這樣 這是兩回事 第二個 就真的是程序的問題 我在這邊跟各位解釋一下 其實禮拜一的時候 各位對我提出兩個譴責案 那我想麻煩各位 我們在這邊做的事情 依照立法委員行為法 我是要 如果對我有意見 要送紀律委員會 不是用譴責 當天我為了議事的順利 我真的不想要鬧這件事 我下來這裡舉手 反對我自己的 的這個譴責案 因為這譴責案如果通過之後 公告其實對民進黨是傷啊 你拿一個錯誤的程序 來這裡玩這邊的主席 這是不對的 甚至有委員在外面說 看到我這樣做笑死 其實我跟你講這沒有笑死 你沒有照程序去譴責主席 才會被笑死 我在這邊說 我們以後不要再犯這個錯 如果我們以後誰在那邊做不好 我們就送紀律委員會 這個就符合立法委員的行為法 我們在這裡 國家最高的民主殿堂 凡事還是必須要依照法律來做 好不好 不只對我們也是 我們對民進黨的委員 也不能用譴責案 我們還是送紀律委員會 如果覺得有問題的話 事情過去就過去了 但是我想說之後的程序 我們還是比較希望 能夠依照法律程序來走 不要一笑大方 好 謝謝各位 到底那一天為什麼是沒有經過實質的討論 然後也沒有經過表決 然後就全部保留 這的確是一個程序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們提出要譴責 吳宗憲 趙偉 那時候的主張是說 因為怎樣有紀律委員會 我在這邊再唸一次立法 這個委員的這個行為法 本章所稱的這個叫利益迴避 指的是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不當 增加本人或其關係人 金錢物品或其他財產 那一天你在程序上 所做的不當的財事 是增加了你的金錢上的不當的財產嗎 是利益迴避事項嗎 不是啊 它是整體迴避問題啊 那為什麼要用紀律委員會 如果你自己覺得有金錢上的問題 用紀律委員會 那我當然很歡迎啊 再來就是 紀律委員會是要用主席才是 你那天就是主席啊 當時設計這個法條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把你這個狀況放進來嘛 所以到底是沒有誰 誰沒有在念法律齁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值得商榷的 或許這可能也不是法律的問題 這是到底有沒有中文程度的問題 是錢 terus 多量你 他在他的身 ATM 哪有身�를夭涉 幹嘛 楊燼 我可以說 你